おはよう おはよう ございます 晚上好 放年假了啦 好不好我今天是跟大家上來跟大家道別的啦 口罩要缺貨了 幹我現在都不敢呼吸了 靠腰啊 購買時要注意什麼細節或衝病 不要買到計程車 買Camry 6代 6.5代不要買到計程車 沒什麼通病啦 不要買到計程車就好了 Camry 2.4G 2011年的三十幾萬 好不好 大概三十五萬左右 明年要貸款買車才能參加尾額抽獎 不行啦 不要為了抽獎而買車好不好 要為了來見小事一面而買車 為了抽獎買車不划算 土上可以買嗎 不要問我那個啦大星 新同學齁 不要問我韓國車啊 韓國車我沒一台會建議你買的好不好 車子年後會掉價嗎 大概三月以後才會掉價 因為有人過年贏錢了嘛 所以過完年還會買 剛過完農曆年還會波買氣 等農曆年完那波買氣結束之後 就會開始掉價 STI還沒有爽到還不會PO啊 然後2012 2.4 Outlander大概多少錢 我看 大概在40萬 2012年的2.4 Outlander 兩輪傳動天窗大約40萬 35到40 都已經過年 不要再問車子的價錢了 過完年再問 我們現在聊一聊 我們明年的新年新希望啦 還是今年過年打算要去哪裡玩啊 阿伯娘準備打算贏多少錢啊 怕麻糬 要不要胡個大三元啊 之類的 保濕有什麼看法 保濕很棒啊 穩嗎 其實保濕不穩啦 保濕不穩的原因是 不知道代理商認不認真 其實現在 現在他代理商是誰 我到底搞不清楚 我已經很久沒有在買賣新寶石 都是舊寶石也沒什麼在買 過完年書前要賣車 阿賣車 不管買車賣車都是一種經濟流動的方式 比特2015如果是S等級的 應該要買在45到50萬之間 STI2011年的阿 2.5渦輪 壁指是什麼城市是不是 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耶 好像是台北吧 沒有101嗎 看好像沒有101耶 我知道這好像是日本啦 不知道日本的哪一國啦 忘了 日本的哪一個城市啦 靠一下 欸這很貴耶 我們這種尊重智慧財產權 我跟你講 你要用一個壁指輸出 你知道那個圖片我還去買 買好幾千塊 授權使用 他那個有 那個圓尺寸的圖有沒有 像素超大的 然後不知道給他多少錢 然後買斷 渦輪普遍壽命 我不知道耶 8萬公里吧 我覺得8萬公里 看你怎麼開啦 第一年頂規自售行情 賣個四十幾萬合理阿 後續有規劃嗎 來聊後續規劃未來展望 新年新希望未來的願景 對不對 後面齁 其實還有兩台改裝車的影片齁 一台是那個 在去年的六月買的一台首牌的520 現在已經在後製了 那還有一台是B&W的 B&W的190 還有兩支改裝車的影片都在後製當中 看有沒有希望過年當中可以上片 好不好 搞得都想換車 大飛那我如果明年我開始拍那個 車模阿拍妹的影片 你會不會想要換妹 會不會想要換老婆 好不好 明年我開始換介紹 車模好不好 好我沒那個命 好 你比讚也沒有用 好不好 我沒那個命 數錢數到手軟 欸 謝謝冠府 老公話啦 就是要說好話 鼠年行大運 有沒有機會介紹Lanova 應該比較少啦 看看 190你想換 你每台都嘛想換 明年有一些 我覺得我明年有很多的題材 一直都沒有拍 就像大家都每次看到我的影片中 會出現一台155 我一直都沒有空拍 然後我們買了一台 中型巴士回來也沒空拍 那改裝的部分可能明年陸續 也會一台一台的安排去改裝 明年也會做一些 很Special的影片給大家看 你們一定要期待 我這個人想法很多 我這個人就是屬於那種 眼高手低型 現在這種年紀的就是 有想法沒辦法 呵呵呵呵呵 每次看到女生就是 有想法沒辦法 所以我有很多想法 很多的 很多的題材 要拍 可是真的 時間不夠 沒有啦 沒有看到那個小巴 其實未來我們要把它改裝成一個 這個 休息室 客戶的休息室 直接告訴你們 沒關係 12到15的RX 買450H 還是270 比較好養 270比較好養啊 那台黑色特色後來有賣掉嗎 還沒啊 要做工藝做個屁啊 根本沒空啊 我忙死了 對 換新換新才不會給人看清 哇 我上次去演講 我都跟年輕人講 你做 做一個工作 你一定要對這 你的工作有興趣 真的 那有興趣之後 你就開始想空 想胖 無豬無狗 無敵無狗 對不對 像我本來對車有興趣 整體車什麼 一直到最後可以拍影片 然後邊講解 邊跟大家分享 然後 得到一些回想 就會很有成就感 就會很開心 就會很爽 然後就會一直拍 對 最好的狀況之下 是還可以賺錢 好不好 所以大家那個 記得齁 沒有訂閱就是訂閱喔 欸 每次在那邊開直播 那問題在那邊回回回 下次我跟你講 要問問題 先把那個 有訂閱的截圖先貼出來 我才會回答 是說在留言不能貼照片齁 不好意思 沒意思 300以內的型號 五年內哪個 年份CP值比較高 300以內 什麼意思啊 五年內 賓士不就是那個嗎 就是那些嗎 C200欸 C100杯啊 C300欸 好像也沒有250了啊 有啦 五年內還有250 有 汽車報廢流程影片 汽車報廢流程其實很簡單欸 那個影片我跟講 拍完跟被騙一樣 哈哈哈哈 打句 環保公司說 我有一台什麼車 啊 報廢 要報廢要多少錢 然後他就問你 有沒有旅客有沒有處美 然後你會不會看 你不會看 你就叫他自己來看 他會跟你講 有旅客有處沒多少錢 沒旅客沒處沒多少錢 然後你就跟他講 你在哪裡 然後他會叫你準備什麼資料 然後來 就把資料弄給他 然後就 完成了 喔有啦 牌 牌要拆下來 拿去那個 監禮站的櫃台 跟他說我要報廢 然後身分證給他 他就把你報廢 結束 然後他把你車脫走的時候 他會給你現金 訂閱應該都訂了 上來看似乎應該同一批 幹 都沒有新同學了喔 都是這些老屁股喔 有訂閱可以問 沒有問題啦 有分享的可以問三題啦 有的分享一次沒有回答 分享五次就有回答了啦 中八找我當義工 免費幫忙整理 唉唷不用啦 糟哥不用啦 那個我們 這種趕扣的事情 我們來就好了 要報廢直接開到我店門口 旁邊就完成了 對啊一堆報廢車 加萱新同學喔 要記得YouTube要訂閱 小師哥的YouTube影片 宋育也是新同學 影片剛看完 Yeah 謝謝 要記得 訂閱分享留言 討論 是說討論來這邊討論比較快 其實我以前喔 我以前喔 YouTube下面的留言 我會一個一個回 我真的一個一個回 有時候算是複製貼上 但是我還是會回 那現在喔 忙起來還有留言太多 我真的沒辦法回 我的粉絲專業阿 公司的LINE阿 YT阿 真的沒有 沒有辦法一一的回覆 我回個留言 要回三四個小時 好不好 所以喔 抱歉沒有回到的 跟你們說個抱歉 明年就換星到其中 還有優惠嗎 不知道阿 要看政府有沒有那個阿 加錢阿 就換星沒了 收車就能收報廢價 欸對齁 那明年就更熱鬧囉 要怎樣才能看到我的帥樣 什麼意思啦 喔上次來沒遇到 0607FX35要注意什麼 其實FX35齁 坦白說 VQ的引擎 其實久了老了也會吃一點機油 所以你要注意它那個吃機油的量 啊還有齁 0607也差不多會有一些肉油 所以也是該注意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它裡面一些電系的東西很多 你包含一些空調的按鍵一定都要去試 因為它那個是整合式的 所以很有可能有接觸不良 還有G35那種情形 方向盤電動不順暢 還有那個電動座椅移動不順暢 都有可能 我都遇過 然後還有那個 中控台 或是一些環保器也要注意 要注意的地方蠻多的啦 欸我沒有遇過欸 那是不是之前那個0 3 那個賽車手啊 阿三哥有沒有 可是它有原廠機械增壓嗎 那不是外加的嗎 那是改裝的吧 看你要幹嘛啊 你如果只是要開個通勤的值得入手 不會沒有應該不需要注意什麼 一樣不要買到計程車就好 不會沒有沒什麼問題 可是前提之下要 車況好 好不好 美規K6三門要換就是GGGG8 還是K6改手牌玩玩就好了 不要改手牌啦 我跟你講齁陳妤 因為K6已經有年紀了 所以其實很多陷入的問題 包含我之前玩的K6到很後期 其實它的那個引擎電腦都很容易 因為老舊出問題 我簡單講其實會有一些老太 就是因為年紀大了 然後還有一些板金的問題 所以我其實不建議再花太 除非你要花很多的錢 再把它內到外翻一次 那你如果已經沒有這樣的熱情 精神 金錢 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我不建議再繼續把它弄下去 因為齁 車跟人一樣 你說你吃到八十歲 辛苦 身體很好 身體很好 活到八十歲還很健康 你也只能稱得上 比同年紀的人健康 但是你還是有老太 西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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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莉那整理的影片 近期有後續嗎 你是說西莉卡是不是 西莉卡還沒動 擺手排八六就好了 也是 對 我有手排八六 啊對 我還有一集耶 喔 還有兩集耶 哇 我怎麼拍那麼多 柯P都沒有片 我片那麼多 哈哈 我可以修兩個月 耶 我還有 媽 兩支八六的影片 我跟你講 有看直播的才知道 沒有看直播都不知道後面有什麼片 哈哈 喔 我還有 納茲傑 納茲傑我也有 喔 我片好多喔 唉呦 多大都慢出來了 呵呵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知識都想擋 好不好 有買小車嗎 想買 小車很多啊 美歸天窗是不是容易漏水 會啦 還是多多少少會滴水 CIVIC好 還是神A好 沒有啦 你不能拿那個張飛跟月飛比啦 因為喜美跟神A從來就不是同一個等級的東西 不是啦 取向不同 對不對 水泥灰的BMW什麼型號好照顧嗎 你看 馬上被人家看到 那個後面會上片 好不好 水泥灰的BMW後面會上片 好不好 叫泰山減快一點 喔 預算30多上下半代步的什麼車可以推薦 超多的 你只要 你想要妥善率高一點就找日系的 喔 日系的可能有喜美啦 有Artist啦 有這個 尼桑的Tida啦 你要看幾CC啊 對不對 你連Tiana新一點都買得到了 藍鳥 藍鞘都買得到了 30的Lancer都 40s都買得到了 然後你如果想要安全一點 有一點接近歐洲車底盤的 你就要買FOCUS啊 可是你要上下半代步 你也懶得照顧FOCUS 就不要買FOCUS 不要買進口車 你找日系的就好啦 原廠認證中舞車比一般坊間的中舞車相比 原廠認證中舞車的優勢在哪裡 優勢在他的招牌比較大一隻 倒下來砸到應該會出人命 大斤 就是他的優勢 其實喔 我們不要說哪一間啦 我們不要針對啦 原廠認證中舞車主要就是 讓你買一個安心啦 那也可以預期到的是 他們需要更大的利潤值 第一個 他們的展示間所在地的地租 一定是高過我這邊很多倍 坦白說 我是幫他們說話喔 所以他們養的人員也比較多 他們的廣告費可能也許也比較高 他們的利潤高是合理的 他們賣的比市面其他的二手車行貴 也是合理的 那至於說他的東西的品質到什麼程度 我只能說有到一個水準 但是你要說是頂級的車況 我也不能這樣講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我講的是我覺得的缺點 那招牌大他可能他不會騙你 他的車有到一定的水準 可是他所謂的水準只是僅止於 重大事故啊 泡水 甚至他當然他也不敢調表 對不對 第二個 坦白說我覺得售後服務或保固 就不一定了 我坦白說不一定 其實我常看我直播就知道 不管你在外面任何的聯盟 你買車 廣告都跟你說 我保固一年保固兩年保固多久 那通常你在交車的時候 就給你一本這個保固手冊 我曾經去很認真看過 各大聯盟的保固手冊 包括很多的這個 原廠認證中午車的保固手冊 事實上玄機都在保固手冊裡面 他有寫到的東西才有保固喔 不是像你買新車的那種 避震器軟調 你可以回去跟他講說 為什麼我買新車 才開兩千公里 我的避震器就漏油了 然後原廠就沒有第二句話換給你 甚至像我們之前那個 納茲傑的那個客人說 在保固期內 他就換了兩三組碟盤 不用錢 對不對 但是喔 你如果今天你買的是二手車 你的避震器漏油 回去他會幫你修 不一定喔 你的碟盤變形 他回去會不會幫你修 不一定喔 那這個就是沒缺了 你們自己要去注意 那個保固手冊的內容 其實是不一樣的 好不好 那個保固的項目 比起新車是有縮減 所以很容易讓消費者造成一個錯覺 就是我在原廠買二手車 然後他也給我保固 就等同於我在跟他買新車的保固 是一樣的 其實不一樣 你們自己去研究 我有研究過了 好不好 7代7.5 雅各好顧啦 可是雅各坦白說齁 7代7.5代雅各零件會比較貴一點 因為畢竟他的數量沒有CRV那麼多 剛好價格才說認證保固價錢開啟 對 小偉你說的就是這樣沒有錯 美領牌的中古車 要怎麼知道有沒有調表 美領牌中古車不會知道有沒有調表 因為都不會有紀錄 只有原廠知道而已 以前哪 你知道以前哪 以前 現在可能都跑電腦的沒有 以前其實車子的里程速齁 他是靠一個車速線 有一個車速感知器 當你輪子轉的時候 這個輪數就會傳到你的時速表 那跟你顯示你的時速多少對不對 然後你跑幾公里那個 就會計嘛 跑一公里 跑兩公里 跑三公里 跑五公里 就會一直計算對不對 那以前喔 新車業務收了定金以後啊 然後常要幫客戶開去裝格熱紙啊 要移動去裝什麼配件啊 要移動去美容啊等等 領牌啊 是不是車子會移動 會有里程速 所以以前他們都把車速線拔掉 然後就可以開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你去交車的時候 0公里 那現在因為都跑電腦的 應該是沒有辦法去拔了 所以通常你在買 現在你在買新車的時候 業務都會告訴你說 喔這個車我要幫你移動到 做哪些事 所以可能會有 20公里 或30公里左右的一個里程速 都會先行做一個告知 那聽說那隻賊都是0公里嘛 對不對 宣稱是0公里 好像用拖吊車交車之類的 我有聽說是這樣 聽說那隻賊是這樣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反正喔不管什麼聯盟保固啦 你那個細節就是在保固手冊裡面 所以我說我剛剛講了齁 原廠任職中午車跟坊間的車行 不同的地方就在這邊 啊對 我順便線上195個200個人 我來統計一下詢問一下好不好 因為齁 我最近這個 台北某某大學的一個 那算進修部吧 那請我去開一個課程 就是比如說每週 我舉個例 每週四晚上 然後7點到9點 叫我去開課 一個禮拜三小時 比如說固定每週四的 7點到9點 欸我只是統計一下啦 不用負責任 但是不要亂舉手 這樣我會造成我的誤判好不好 就開一個課程 那課程大概就是說 有兩種課程 一種就是說 你只要來上網 我開的這一門課 一個學期大概兩個月三個月 那你就具備一個 可以進入二手車這個行業的 基本的技能 嘗試知識 第二個課程的意思就是 你上完這課的時候 你買二手車不容易被騙 你會知道二手車的 比如說 行情大概是怎麼算 然後可能 車子的碰撞 或是買賣當中 會出現哪一些問題 那怎麼去避免受騙 合約是怎麼簽的 才不會受騙 等等等等的 就是讓你買二手車 不會被騙 第一種是 進入這個行業的 初級班 第二種是 你往後的日子 你買二手車 要騙你會很不容易 這樣 那假設啦 因為我不知道一個學期 是多少錢 假設這堂課是在 六千塊到一萬塊之間 那會有人想上嗎 因為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開課 因為開課很累 開課要寫講義 對啊 所以他到時候會把 叫我要 如果確定要開課 要先把課綱都訂出來 課綱訂出來以後 我還要去把裡面的 講義內容寫完 然後再招生再開課這樣 我就一直在 小明我就是一直在 猶豫 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我比較不好意思的說啦 今天我們做二手車的行業 從以前 我那個年代 這個行業是屬於 我自認啦 好不好 我其他 我沒有在講其他的同業 我自己認為說 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行業是比較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比較低階的 就是進入的門檻是很容易的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他沒有什麼學歷的要求 等等 對啊 就是具備一個基礎的知識 坦白說啦 因為二手車本來就是一個 蠻 不要說很專業 它就是一個比較封閉的一個行業 那事實上你沒有進到這行業來 其實有很多的 很多的東西在我們看是很簡單的 那其實就是需要有人去告訴你 那你們有些人可能在外面看覺得 哇怎麼很複雜很困難 那其實只要有一個人 好好的頭到尾 慢慢的有一個講解的話 你就會很清楚這個行業 開課真的很辛苦齁 我也覺得 所以我一直在猶豫啊 那我剛剛講到一半啦 我說 我會想做是因為說 以前啦 我這樣講就好了 我不要講別人 以前喔 我要進入這個行業 我是不敢跟家裡講 你知道嗎 我爸爸媽媽都不曉得 然後我偷偷把正職的工作辭掉 然後到二手車廂去上班 然後一個月 剛開始進去的時候 一個月六千塊錢 做得跟狗一樣 六千塊一個月 還要扣勞健保 六千塊還要扣勞健保喔 然後就這樣做了 領了好幾個月喔 所以以前齁 我那個年代 要來做二手車廂 就是給家人的感覺 就好像不太正經 有沒有 就像我爸會說 啊 早知道你要賣二手車 讓你讀到大學幹嘛 比如說嘛 就是很容易去說這種 啊早知道你要賣二手車 對不對 啊各種比喻就好去賣啊 對不對 所以齁 我就進來這個 偷偷摸摸的進來這個行業 然後 就很認真 然後 一直一直默默的努力 然後到了一個 欸 沒想到說 欸有這個機會出了個書 出了個書之後 欸可以上上通告 對不對 然後 可以開開直播跟大家聊天 拍拍影片 然後欸影片還有一些人喜歡看 那我們就覺得說 欸想不到說 這個當時我們覺得 我覺得要偷偷摸摸來做的一個行業 我常常都跟人家講 我是商店零售業而已 就是一個雜貨店而已 只是我賣的貨品是車 這樣子而已 欸怎麼好像可以 有一個不同的高度在 那如果說今天我還可以再去 去開一個課去推廣 對我來說 我覺得分享的意義會大於 賺錢的意義 我的感覺是這樣啦 就是說 感覺會有一點給自己 肯定的感覺 就是說欸 我們從來也沒有想過 欸要賣二手車可以賣到說 欸開個課 去 教人家一些東西 推廣一些東西 其實從來也不敢想有一天 可以這樣 所以其實我會想要去做的 他來找我 我會想要去做的原因是 好像有種對自己肯定的感覺 一定會想去試 只是不知道要用什麼樣的 課綱或是明目 課程的名稱 要朝哪一個方向走會比較好 我是蠻想做的啦 就算沒有空我也想要 抽出時間來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好啦那我大概看到有一些人 至少有兩三個嘛 兩三個就代表是 兩百個裡面的三個這樣 我可以再出書 我覺得出書太慢 小明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影片啊 直播啊 的教學方式 我覺得反而比較 比較直接 比較快速 因為喔 我那本書寫了一年才出來 你包含內容 然後所有的順序 然後照片 然後整理文章 然後教稿 印製出版上架 那個時間拖太長 而且現在我覺得看書的人有點少 我其實最初的想法是 想要 讓一些想要進來這個行業 不知道該怎麼開始的人 他本來是想要 他們希望我開個課來教導 大家二手車一些 該注意的地方 那我自己是比較傾向於說 我想要教導人家 想進入這個行業 卻找不到門口可以進來的那種人 的那種感覺 對啊 而且我覺得書我出過一本 我們就算是對不對 我們就title了 我們就是作家 對不對 出一本 管你賣的好賣不好 我們就輸過一本書 對吧 所以輸 其實現在我覺得 拍影片是最快的 最快速 最好的一個分享方式 我坦白話講 但是課程上面 又可以再講到一些 沒有辦法在影片上說的事情 對不對 你有來上人才聽得到 我們或許會 怕這個同業之間的 那個抗議啊 不愉快啊什麼 有些東西 我們沒辦法在影片上說 他們這種叫什麼 像直訊還是什麼的 推廣的 教育課程 這個應該沒有 沒有年紀吧 好像沒有年紀的限制吧 對啊 第二種就是沒有進這一行的 也用得到 不然這樣貪心一點 兩種都來 好不好 聽完了 小師的課 你就算沒有進入這個行業 你也不會被騙 不容易被騙 你要進入這個行業 OK這樣 就這麼貪心 混在一起做殺尿聯盟就好了嘛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就這樣處理了 對啦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課程 我們沒讀什麼書 人家來找我們 我們就考慮想一下要怎麼弄這樣 沒有啦 如果既然要做了齁 沒有想說要 要賺錢還是要討好什麼 反正就是 推廣啦 只是我覺得可能會很辛苦 感覺啦 我感覺自己想起來 我都覺得很辛苦 因為我覺得最麻煩就是編講義而已 有講義我就OK了 一學期18週 扣錢中後要有45個小時 可以參考 他好像說大概30個小時左右啦 同業這邊如何應對 我不知道要怎麼應對 現在我跟你講 就算我不透明 大家都在 對不對 一個一個越來越透明 SAA有開 但是不是我講的啊 Hillis Hillis我就說了 SAA的講師又不是我 對不對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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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今次 好不好 不同 不一樣 不一樣 幾個今次 不同 那不對嗎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哇 這個要注意的蠻多的耶 建文 要記得把一些 08年應該EGR 探觀一些都要洗一洗 朋友嘴 噴油嘴要注意 還有高壓的噴油棒譜 要注意 他那個噴油嘴有個高壓棒譜要注意 有想上 有興趣 開課要分享 沒問題啊 我如果有開課 粉絲頁一定都會 都會分享 這也可以放心 只是我不知道講義要寫多久 因為我光那本書 我就花了一年多才出 弄很久 那本書其實齁 比我跟編輯 我之前出的那本書 不知道我講一下好不好 線上有新同學不知道的 我講一下 小時候出過一本關於二手車的書 好不好 那那本書齁 在我們原本 談定要出版的日期 又延後了一年才出版 因為我自己那時候 剛開始在接一些電視的通告 然後公司 人手也沒有那麼足 正在忙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搭沒一搭的 進度很慢很慢 然後拖了一年之後才出版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要弄講義 可能也會是差不多的意思 因為 你要上課 你可能也是要收集一些 就會像照片 簡報之類的 資料 檔案 講義 所以我其實 頭有點麻 頭殼麻麻 頭殼麻麻的 啊 啊 是有沒有需要做到這樣 有時候我都想想 是不是有需要做到這樣 啊不就一個雜貨店 啊賣賣東西這樣 想不開啦 想不開啦 雜貨店升級成超商 不要啦 我跟你講 不過是說現在的超商 其實也還蠻富有人情味的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 你如果去你家 常去的超商 那店員都會認識你 都會給你打招呼 過年的時間 我好好思考一下 真的想不開 我再處理好不好 啊處理再跟大家報告好不好 也是蠻有人情味的 跟我們這邊一樣 我們小吃汽車就是講求人情味 溫暖 好不好 溫暖你的心 Sienta七人二手架好嗎 還不錯啊 ABS異常 ABS異常不一定是 ABS異常有很多地方啊 可能是下面的線主 可能是電腦 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 是壞什麼東西 那如果是電腦壞的話 有專門在修理電腦的廠商 那把ABS電腦送去送修 或是Bump 都有可能 你要看壞什麼 那電腦可以送修 其他的東西都可以換新 新年快樂啦 過年都贏錢啊好不好 誰輸錢 都贏錢誰輸錢 沒看直播的輸錢 沒有按小事訂閱的輸錢 呵呵呵呵 這樣輸錢的蠻多的 呵呵呵呵 這樣會不會詛咒到太多其他人 呵呵 農曆年晚屬年見啊好不好 拜啦拜啦 姑奶 大家晚安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